如果有這個比特泉加到最人的 以外這是雲林部長有一家主本 北地處來的比特泉 雄雄是衝刷來錄這個過路的一個 黑衣桑跟上海有便室 現在雲林關的這個 董事物的雄雄所表示 這次的人不太好管理 已經違反這要換款 明天早前九點完 一名八十歲中間站到岐阪 經過雲林部長鄉中進路 雄雄比前方 都照來比特泉直接加上腳步 雖然如此住在旁邊 趕緊要破條稿 但這隻比特泉看到旁邊散播的郵差 又回到公寄 我告訴這人名上 這三便他在家後沒帶來 想要幫那個老人 因為老人七八十歲了 對對對 腳後跟啦 腳後跟 被咬傷 被嚇到了 兩位民眾 分別咬傷一位老先生 跟一位郵差 那兩位都是在腳踝的地方 傷而被咬傷 同時被送到這個洛瑟醫院來 來診治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大大礙 趕緊不然出面 說不定屬發萬英 文靈管董事務 方議所表示 經過調查 這家皮特泉趕緊已經 市一年月也有登記 平時也都會百條的 不知道有什麼的診斷 這方議所收益相關事件後 以違反動物保護法第20條 可以出三萬七十五萬 看看 都應該有成人 成年人來辦同 那也同時也應該做好 這個防護措施 但是這兩 這兩樣 這個必要的這個條件 都沒有達到 那恐怕虛阻的方面來講的話 有違反到這個動保護法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嫌疑 訪議插標時 比特泉委明年三月一合開始 是資產經濟使用 還是蘇利的動物 必須要第2023年 二月二月好 完成新報比查 這部前五年館來 已經完成 登記比特泉有100日三日 起序總共有夠的竊人 繼續有願意不到